字幕志愉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就是 我們三一系统 它哪些臨床科性 這邊跟大家在簡單的回顧 第一就是 叫表現為區間腫 這個名詞是什麼樣的區間狗 目前我們在政府推免費的乳丸篩檢做乳房攝影 一般我們兩年一次就是45歲到69歲 兩年一次免費的乳房篩檢檢檢查 如果說你家裡面有乳丸 或是你本身屬於高風險出取 是可以降低乳稅 就從40歲到44歲 就會開始做兩年一次的乳房攝影檢查 那區間的乳丸就是說你今年有做檢查 你是不是兩年之後才要做一次檢查 有時候在你第一次檢查到第二次檢查之間 就產生了新的乳丸叫區間乳丸 就變成說你並不是篩檢發現的 而是自有症狀才被診斷出來 變成說他的疾病的發生可能會比較快 在第一次檢查到第二次檢查這兩年中 就是新長生乳丸叫區間的一個腫瘤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過去腫瘤比較大的病人容易有0.8轉移 因為0.8轉移是一個乳丸重要的育後因質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腫瘤比較大 也可以容易有0.8轉移 這是有一個相關性 但是三一性乳丸 剛才我跟人家講 相對起來好像0.8轉移比例 比較沒那麼高 所以有些腫瘤是三一性乳丸也比較大 但是不見得會有0.8轉移 但它0.8轉移在這裏後 還是比較不理想 就是這個腫瘤的特性 然後 另外就是 局務復發不代表一定會遠端轉移 就是這病有一個很直接的觀念 說疾病它復發之後不見得轉移 但是有些病人他沒有復發 但是他有遠端轉移 比如說這個腫瘤 有時候是地零起乳癌 我們地零起乳癌 病人常會來整個說 我可不可以做成骨骼少妙 該讓插陰波 或是坐驗全身檢查 但地零起乳癌 它最常見的復發是指局部乳房 比如說這些乳癌 看到之後原本中保的手術 過幾年復發 在局部乳房再產生 叫局部復發 但是 因為它本身不常見轉移 所以我們在復發前 我們會一般我們在檢查 那個復發 我們自己乳房 射影跟乳房 差異波 檢查為主 是我們在治療 原來有病人的討論 但是侵犯性乳癌 除了局部有沒有復發之外 另外一個重點是 有沒有遠端轉移 所以一般如果說 你今天是屬於 侵犯性乳癌的病人 不然我們除了乳房 射影和乳房 差異波之外 我們會排一些全身檢查 像Fameways 光臺 肝臟差異波 骨骼上的 這些全身檢查皮膚 所以有些病人它是局部復發 但是它不見得會遠端轉移 有些病人是它沒有局部復發 但是會有遠端轉移 所以說 這兩個的觀點性是不太一樣的 另外就是 有些病人會從那個 一開來的整個是遠端轉移 那比較少是局部復發 變得遠端轉移 所以說有些病人它是遠端轉移 但是它是過去是沒有局部復發 有些病人是 局部復發之後 會變遠端轉移 所以這兩個是沒有明顯的觀點 有些說你局部復發之後 才變遠端轉移 這兩個它是可以獨立產生了事件的 再來是說 大部分的死亡在前五年後 剛好跟大家看過這個圖 其實這類型骨骼比較容易復發轉移 所以它很多死亡 比如說在前五年裡面 它的死亡的風險會比其他的外 稍微高一點的 另外一個提醒說 它遠端轉移後 惡化速度比較快 因為有些病人它可能有骨轉移 但它癒後比較好 可能因為骨轉移之後 可以治療以五年到六年 那三性骨骼它如果有腦部轉移 或是肝臟或腹部轉移之後 它的惡化就比較快 可能一年兩年不到就走掉了 所以這是這些骨骼的特性 好了 司機場 有更多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